是 我有在想问一下 也想问你 我是不是这是一种 非常显著的一种 浅薄的象征呢 嗯 我不觉得 你是一个不安逸的事的 很多的作家 电影人 画家 他们是以觉得 定位 安居于这个地方 从这里来 举取 文化创作的源头 你好像对这些来讲 你觉得 这些只是你的玩具 所以我就怀疑 我是不是轻浮啊 就是 你不断地去改变时空 它也是一种重复嘛 可能是一种重复的 这后面很多 对我来说 我不知道对您是什么感觉 对我来说是一个 很大程度是被厌倦所驱动的 特别容易厌倦 它可能是对深度的一种逃离啊 我经常我也会对自己陷入 我听你讲的蛮那个的 蛮好玩的 因为这也是 就变成一种新的猎奇 不断地在猎奇 没有 其实我真的对你这种不安于事 以及跟国内的其他的那一种 他们会觉得 植根在这个土地上 是一个觉得这种必要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对 但是你是去玩火 我还没烧 把自己烧都不错是吧 当然你不会把手放在停在那上面 你最多是碰到了 烫一下你的手就伸回来 我这种比喻我不知道 是 可是很好玩 你这种每次被烫到会痛 可是你还是要伸手去摸 对 你知道那种尺度 就是不要烫得太痛 被烫也是一种不断地确认自我的敏感性的方法吧 更多的一种学习 在某一种程度上 我不知道 你说的很准确 因为我觉得就是 你跟我一样就是一直不断地移动的人 然后都是不安于事的 一直喜欢越界 就是你不越界好像就有点不自在 对 现在这整个网络数位来讲 大家是很安逸这种所谓的surface 表面跟skin deep 很多人会用那种东西当作一种 外表的行为 可是我觉得我们 我们两个里面有一种共通性 并不是要去追求另外一种表面 对 那可是就在这个 由于这种不确定里面呢 造成自己个人的一种解体 不断地解体 这个东西会困扰您吗 我其实比较常找的出口 我非常熟悉这种精神分析 所以我会不断地透过自我分析 自我剖析 不是哲学式的思考 其实每天都有点像一个外科手术师 每天拿手术刀把自己划开划开这样 甚至把器官掏出来 不断地把自己打扇再重新缝起来 对啊 就重新缝补 重新的这样 我们打开里面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嘛 臭皮囊嘛 可是我们没有这些肮脏的 其实真的很不堪 我里面处理的其实是一个 就是一个汇水回收场嘛 对 可是我们要靠这些汇水回收场 来维持 对 来维持清洁 来维持我们生命的一种持续这样子 是不是您的这种对本身的浓度的渴望也特别强 各种浓度的 力度跟浓度 但是会不会觉得你没有那种文化可能在不断衰落的那种感觉 消失的必要 我甚至用这样来形容 消失的必要 其实您刚刚这两次我们见面对过触动挺大的 确实需要跳出之前那个近代的尺度 掉到一个更大的尺度里面去 我觉得我之前太被那个近代的尺度说 没有 因为你们没办法 这是你生命的基因 你是被这些基因支配 你如果能够跳脱的话 那你先做器官移植或血液改良等等的 回去先把自己解剖了 反正我 陈老师我反正我感觉到我这两年的一些微妙的变化 我说不清楚呢 但我觉得它好像在一个新的模式在出现 我不知道是什么 在Evolution 反正碰到你好像更确认那些东西的在变化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你现在几岁了 44 你知道都50是一个大门槛 包括你里面的大脑 你里面的一些灰子层 就是原本是火火山 然后慢慢地静下来 变成熄火山 那这个东西会带动你里面的很多的原本的深层思考 生理的体质的 这非常好啊 像我是已经没办法了 因为我其实已经准备要接受那个 更黑的那一部分的来临 这次就叫西火山前夜的谈话 所以你可不可以讲清楚一下说你感受到的那个变化 我比较想听了这样 可能我有一点多嘴打断了你刚才的思绪 对我的线性的价值观的很严重的宗旨 我觉得我之前还是很大程度被一种乐观的线性的方式所驱动的 特别在讲的更进一步 强烈的意识到自己的有线性 意识到很多无奈的存在 想在无奈之中寻求新的可能性或者力量 我大概是这样的 我可以问一种比较荒谬的 有点跳蹄的人 你会不会常做梦 对 你是不容易做梦的 对 不容易做梦的 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不容易做梦 很简单啊 因为基本上你不需要梦来保护你 梦是让你不要疯狂 可是你不需要梦 你不需要保护者 但是这并不表示说你是一个很强的人 你不会疯狂或者说你 对 我觉得我本质上是非常理性的一个人 不是非常理性 是非常虚伪以为自己是理性的人 也有可能 我很刻薄啊 对不起你包容一下 你再多说两句 我有点那种 没有 我觉得因为你害怕疯狂 然后你又很希望自己疯狂 对 对 我有很多假装的疯狂 没有没有没有 你是扮演疯狂 不是假装是扮演 假装跟扮演不一样 但这个都也会改变吗 需要改变吗 我不知道 其实你最清楚啊 你根本拒绝改变 因为你每天在流动啊 你还需要改变干嘛 你是很多个头的人 或一个头两个面 或者三个头四个头不止 那您那是什么呢 你是几个头啊 也很多个头 我会这么讲 因为我刚好很奇怪 我忘了是在 我应该在北京做了这个梦 有一天我突然梦到 我自己把我自己头拿下来 踢在手上 然后就走路 走着一条我自己也不知道路 然后我跟我自己讲说 我现在到底要去哪里 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拿在手上 您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梦 来保护自己呢 我回台湾的时候 我是带了半个货柜的书 半个货柜就是那种卡货 说明家里还是比较有钱 可以带半货柜的书 所以这其实有一种罪恶感 那一种特权 没有没有 有一种罪恶感 就是说 所以当我在读 比如说这些MAX 或读这些的时候 那种阶级差异 我好像上次有跟你提过 就是说我奶猫嘛 然后她带我的时候 其实同一个时间 她也生下她的女儿 然后原本应该是 给她女儿喝的奶 看来就是喂养我 我走过那么长 我知道这个世界 其实是走向一种更不确定 所有的这种1789年的 那时候整个的 大理想启蒙的这些东西 其实一直烟消云散嘛 那就是马克思在讲的这样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 对就基本上 所以我是深刻体会到 就像我自己过往在国外的十年 然后回到台湾那个地方之后 那种隔隔不路的那种状态 就黑夜里面的 眼睛闭上去以后的 是其实对于我们是蛮需要的 我说整个这种背得这么大的 壳的这种孤牛来讲是蛮需要的 那种背影的 それで you 没想到 在一个世界中 对于刚才 在世界中心思诚 你老是梦 我只要要书 我很容易做梦 我很容易睡觉 而且我很容易记住梦 而且我很容易记住梦 一部分很相似 一部分又非常之不相似 对对 就是在这 就黑夜里面的 眼睛闭上去以后的是 又是两个世界 我觉得我好像在拒绝黑夜那个部分 你不要啊 是可能拒绝一辈子的吗 一生吗 还是突然有一天就都变了 黑夜就自然袭来了 其实你也不想 不需要去想 其实就像刚才在渡口你在讲的 你就说你看看 那么多的摩托车 你不觉得很奇妙吗 就是一个渡船里面 一个交通工具 载了又很多的交通工具 然后是每一个人的交通工具 每一个人坐在他的摩托车上 等着那个渡船 从一个渡口到另外一个渡口 其实何尝不是这个样子 黑夜其实也就是一个渡船 对黑夜是渡船 航船 就是那个谁的 张戴的夜航船 对啊 我非常喜欢富罗瓦那一本情感交易 整部小说它其实是写一个被得者 环绕了三个女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的这种追寻 最后其实它是一个很挫败 很挫败的那个 你也不能讲它完全失败 但你也很难讲它这一辈子到底什么 但是最后结尾 他就跟他的青少年最好的朋友 两个人在就是总结就是 那段时间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间 最有趣的 富罗瓦的它里面所有的画文动词 全部用一种画文非常特殊的一种格式 叫做过去未完成式 也就是过去一直持续在进行 也就是它时间不是一个单向的 而是一种折取的 就是你可以可以缠绕 可以你再折取过来 直接放成叫做未完成式 可是画文的意思是不完美 就是我们生命中总有好一些遗憾的 不完美的 未完成的 未尽的 你讲的无奈 我觉得是让人去重新去面对消失 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你去体会去生存的去接受 吃进去那种消失 然后你把它转化成你认为它没有消失 然后你希望它是你的记忆的一部分 所以我常在想其实记忆 并不是我们去回到过去去找 而是跟我相反的 是记忆回过来找我们 我觉得一般人都是 我们都误解 其实记忆在未来 如果是刚才说到这个三个世纪以来的这个启蒙传统 在瓦解吗 嗯 新的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这样讲 可能会落入一种 被人家认为有一种太玄虚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是在一个类似像文力复兴到科学时代 那我们知道那个是一个重新发现希腊嘛 嗯 那重新也是一个大航海时代 嗯 发现美洲大陆 我们现在也是重新在寻找宇宙是不是还有其他类似项目呢 也是一个重新发现新大陆 比如说病毒就让我们发现了一个灰生命体 它怎么扰动整个生命这一种所谓的秩序 它可以干扰改造颠覆 是一个新的翻译者 它把你的里面体系里面的那些编码 所有这些胡码 全部用它的语言来改造 就讲出一套我们不知道的语言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讲就是说 因为这次疫情 所以整个全世界的国家权力 变成绝度膨胀 让个人自由被缩减 我们现在完全以后面在看它 对 看它是自由叙事的困境 可是没有想到其实它还带来另外一面 除了黑暗之外可能还有另外的 我们知道在英国瘟疫的时候出现莎士比亚 瘟疫的时候出了牛顿 都一样的道理 所以明后我觉得一定会出现非常很多巨大的 不管是文学作品 科学的发现 思想上面的创新 所以这里就是我刚才讲的 病毒重新给我们另外一套移码系统 这套移码系统其实是开向未来的 这套移码系统 这套移码系统